有時候會跟他喃一下 這個這個這個 許大哥拜託求求你啦 這次很重要啦 一定要發啦 拜託幫我上個稿啦 主管不願意啦 或是你們這一次剛好跟誰搶棒 人家你們這次可樂請雖然很大牌 可是你們請的藝人沒有 請的是小咖的 人家那個百事可樂請的是另外一個 請的是金城武 你就被尬下去啦 就沒有這個版面了 就會常常會有發生這種問題 所以基本上我們都會在事前會去探聽 記者會的相關的行程 那至於說時間點的問題 剛才我講的是標準的時間點 可是有時候因為如果說像我們常在稍作 有時候兩點已經有大的品牌 已經發邀請卡了 已經卡了那個時間 那我可能就往前提 我可能就送餐 有邀請媒體記者來就餐的方式來去做操作 或者是往後演 可是我的內容就要縮短 避免影響到媒體要回去看稿的時間 所以這個是時間點上跟大家分享 所以剛才講的媒體參考本子還是要說故事喔 記得喔 你們有故事跟他分享 他就會寫出一篇好的新聞出來 那這是媒體的部分 剛才講到中部很奇怪 如果中部 中南部的話 因為中南部大部分記者沒那麼多 大部分是特派 所以中南部很喜歡開記者會時間 大部分是在中午以前就早上 再早上 如果大部分開 如果在市區的話 因為他們也是先進辦公室 辦公室在市區嘛 他們最習慣先進辦公室在市區 先去了解一下有什麼記者會 會在哪邊辦 如果在市區的話 早上他就會先去跑這個記者會 跑完了 或是早上這個市中心的新聞跑完了 他就會怎麼樣 往外跑 往邊鎚的鄉鎮去跑 跑新聞 所以如果你是在市中心要辦記者會的話 就是在早上 如果你是在邊鎚的鄉鎮地帶的話 你就在下午 所以這個還要看你們當地的 媒體採訪的個性、性格不同 好 網路的操作 網路操作是最不用錢的 可是記得幾個重點 第一個 便宜 它的影響是浮遠無界 而缺點是你一寫出去就沒有返環的空間 經常看到有沒有 標錯一個零 標錯幾個零 就被或者是明明我已經 新山社的圖文不小心被上殼上去了 明明我已經拉下來了 還是被人家下載下來 網友的公益是很恐怖的 不要忘記了 BBS上一個晚上有將近近千人在上面瀏覽 所以這個要小心 還有文字的東西 因為文字寫者無益 讀者有益 所以請你們小心在操作上網路上面要特別小心 那還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是因為現在大部分應該都有Facebook 都有Facebook 如果我個人的建議是這樣 如果是活動 我建議是網站 如果是商圈建議的話 建議是Facebook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Facebook的缺點 它的好處是它的連結性很廣 連結性很廣 可以幫你做一做很有效的連結 可是缺點是因為它 你只要在裡面開站了之後 開了這個本事頁之後 你就不能撤下來 你就沒辦法撤下來 可是網站不一樣 網站是我今天要關就可以關掉 所以如果你是短期性活動 你建議你還是花錢做網站 做搞一個頁面 直接連到Facebook 這樣是OK的 可是如果是 你是因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Facebook你一旦開了那個粉絲頁之後 你沒有去經營 沒有去互動 你等於粉絲頁是0 可是如果有不肖人事上去留言 去抨擊 去攻擊的話 你個人 你們商圈又沒有人去 經營這個粉絲頁的時候 這個就變成一個垃圾的頁面 反而是對你們的形象是負面的折扣 打折啦 影響 所以請切記 你們要去慎選 你們要操作的網路的工具 這是我純粹我經驗的分享提供給你們參考 那當然說我真的沒錢 可是我還是要網路操作 那真的還是要選Facebook 那你們就要好好去經營他 要去好好經營他 因為Facebook其實在經營好的話 他其實效果 訓練效果還滿不錯的 老實說 好 然後 直銷行銷 直銷行銷包含DEM 動態宣傳跟體驗行銷 那DEM的部分我想大家都常在用 包括海報部分 怎麼樣印多少量發對的點 這很重要 所以請你們在發送的時候 請你們要找到對的點去做發送 然後才能夠 例如說有各縣市政府的旅遊中心 或者是公公局 請他們代為發送 這樣的話對你們相承效果會非常的好 再來動態宣傳 動態宣傳基本上比較少在商圈使用 那這大部分動態宣傳會有 大部分我們都會在商圈裡面配合 剛才講的例如說做人偶 網偶 或者是做行動劇的方式在商圈做操作 那這是商圈之前有做過的案例 那會配合記者會或是媒體操作來做使用 再來體驗行銷 體驗行銷的部分的話 這個商圈也比較少在用 就是大部分是一般企業品牌在做的部分 是請消費者來現場做體驗 然後藉由口碑的效果來做行銷的效果 那這個東西也提供給你們 有這個東西也提供給你們參考 那最後談到贊助編的部分 有參 有學校有接過學生贊助的舉手 誒 他們沒接過學生贊助喔 就學生丟計畫書基本贊助 有嗎 啊你覺得學生寫怎麼樣 還不錯 啊你為什麼會贊助他 沒錢 贊付寫 地緣關係 定員關係的實在就是3、5萬塊就贊助了 就稍稍能點一下嘛 對不對 好 基本上我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以前我們在學校也在做贊助 也在拉贊助的東西 那也都在3、5千塊或2萬塊 那大企業的話可能比較多錢 那可是為什麼我會提這個問題 當你在看學生的贊助案的時候 就如同企業怎麼看你的贊助案 你在評量你要不要給學生錢的時候 就如同企業的評量他要不要給你錢 所以當然剛才楊大哥講的是 因為地緣的關係不得不給 或是看他們沒錢支持他們一下 可是企業的考量點就不一樣 例如說公家單位 我所謂公家單位是慢官方的 台電 舉例台電這些單位 他們有錢 現在還是有錢 只是你們有沒有拿得到錢 私人機關一般企業品牌 企業品牌 我會講企業品牌是因為 例如說我在2014年辦的 在大園辦的 有大園的夥伴嗎 大園相關什麼的嗎 不是喔 大園我辦 你記得2014年有在那辦行長嗎 航空展 謝謝 好 我們在桃園公營基地有辦一個大型的航展 那一年金車 我們去跟金車要 有各大企業要贊助啦 金車跟金車要了水 因為工作人要水 現場賣水 那金車也很阿沙里 給了站板 反正如果有當空軍的弟兄的話 那個整個機庫都是滿的啦 簡單說機庫都是滿 大概幾百個站板的量有 那一開始我們談的時候 滑倒 說沒了啦 後來請到桃園 請把局局長出來談 一瓶金車 波額水 礦泉水 試駕18塊吧 我們拿到個位數價格 然後還有來再請朱立倫縣長出來講 又比5塊再少一點的價格 所以我來講的是說 不管是公家單位 我講台電 不是講施工所這些單位 或是私人機關 除了名單之外 要的就是人脈 人脈 除了你們自己商圈本身的人脈情形之外 還有一些是公部門有沒有可能去 藉由他們的津巴局 或者藉由他們的工房局 有這些對外的窗口 可以去提供一些名單 其實就請他們幫忙去找這些單位 例如說像我剛才講的 我的台中燈位1500萬能各位讓生意出來 也是請交通局方便幫忙 請來交通局方便幫忙去推薦很多的店家 甚至請局長打電話 請副市長打電話 最後從50萬變100萬 真的有差 贊助商的性財是什麼 你要找人家抖內米錢 他要的是什麼 他基本上他除了業績 有可能會要之外 他又是曝光 曝光還是曝光 所以你能夠給他們什麼樣曝光的東西 這個是新門町配合台北市購物節辦的新門町購物節活動 那時候Sansom吧 那時候是找Sansom做贊助 那整個的計劃內容包含了活動、活動中指、活動目的 這個一定要寫 主軸、舉辦單位 重點在這個架構裡面 他看到他曝光的機會 為什麼 因為西門町他的主要target是誰 年輕人嘛 Sansom手機的跟Sansom手機賣的也是年輕人嘛 那他